首先先介绍没有涂层的铸铁锅 对 没错 铸铁锅其实也有分没有涂层跟有涂层的 那没有涂层的铸铁锅呢 其实的确是我很早就开始使用的 那时候因为觉得说 没有涂层的铸铁锅就是很粗犷 感觉好像可以去野外啊 像露营的时候用啊 然后怎么样弄都很好玩那种感觉 所以很久以前我的确买了很多的 这个没有涂层的铸铁锅 可是因为实在太重了啦 所以我后来只有保留几个 我觉得真的是比较有特点的 然后也比较喜欢的 首先呢先介绍这一个 这个呢其实就是 是日本南部铁器 这个是圣荣堂的马步锅 这个锅子我觉得蛮喜欢 是因为它其实它可以直接这样进烤箱 它也可以在瓦斯爐上面直接用嘛 那它有附一个像这样子的这个把手 所以你可以这样子使用 那你也可以要进烤箱的时候 就把它这个拿起来 就可以直接进烤箱 所以我还蛮喜欢的喔 那这个呢大家也可以看到 其实它为什么叫马步锅 就是因为它这边好像有一些格子 这个马步的形状 所以这个煎东西的时候 其实它有特殊的效果 我觉得也会蛮好看的 效果真的还不错 然后这个大小我觉得也蛮适合的 刚刚好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像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两个呢 是我在那个迪化街的 这个永新农具买的喔 像这个 这个以这个来讲的话 这个很可爱是 它其实可以把一片吐司放上去 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要做烤吐司的时候 这个很赞我觉得很好用 就是把它压着这样子就可以了喔 那它也可以当 比如说我们要烘蛋的这个烤盘喔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这几个铁锅喔 都有个很好的好处就是 像它们很多都是一体成型 其实没有一体成型的话 也会像我刚刚这个一样 就是它们这些都是铸铁的 所以它们是可以直接进烤箱的 这个可以当烤盘使用 也可以在瓦斯爐上面直活使用 好 那刚刚拿起来的这一个呢 这个很像那个章鱼烧的这个锅子 它其实比章鱼烧大蛮多的 大概大一倍 可是我当初看到它说 觉得很好玩 我为什么把这个锅子保留下来 是因为 最早我买的时候是跟小孩一起做那个鸡蛋糕 那时候就是买那个鸡蛋糕粉啊 然后就跟小孩子做 所以我们就可以做那个圆圆的鸡蛋糕 然后就很像自己当老板这样子 后来呢我把它留下也是因为 其实它很好玩 是它除了可以做鸡蛋糕 有时候我们如果说一些小的蛋料理 你也可以把它放进去 它变一个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它也可以做肉丸 像我有时候把这个肉丸捏一捏 放在这里面啊 其实也是很有效果喔 所以这个也是蛮可爱 所以我也是把它留下来了 好这个 这个大家看得出来喔 这个是玉子烧锅 这个也是日本的南部铁器的 可是这好像是什么缝什么糖的 我有点忘记了喔 那这个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做玉子烧 所以我其实有非常多的玉子烧锅 这个是其中一个喔 那这个非常好玩的是它的这个大小 像一般我们看到的玉子烧锅 如果说比较小的都是比较长 它的话呢 它就是比较稍微很正方一点 所以它做出来的这个效果 跟其他效果不一样 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它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有一个这个藤边的 这个把手 它把它绕在上面喔 那我们在煮的时候 就比较不会烫熟 那不然可能就是还要再拿一个布去抓着喔 因为毕竟我们在做玉子烧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需要一点时间 那它的导落可能会导落到这边来 所以它们会有一个这个设计喔 这个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好 这个呢 你不要看它很小喔 这个其实我自己还蛮喜欢的喔 像我刚刚讲的 其实我早期我有很多的这个铸铁平底锅 那那些平底锅大概就是 可能从16公分18公分到20几公分我都有 可是呢 那因为它太重了 我觉得如果说你一直拿一直拿 其实我觉得不是这么好用 后来我就把这个保留下来喔 这个还是可以用 它虽然是我好像有点收藏款 它其实一样还是可以用 而且非常好用喔 它就是非常的小巧 你就放一颗蛋就可以了 然后也可以剪得很可爱 或者是说如果说我们要做那个小的派啊 或是小的这个什么蛋糕 这个也非常好用 好 那大家可能都刚我拿起来的 可能都有发现到说 好像表面都有点干干的感觉喔 没错 因为这都是没有涂层的铸铁锅喔 那所以呢 如果说大家在用这个没有涂层的铸铁锅的时候 其实你的使用方法 就要跟那个没有涂层的铁锅一样喔 那我们在之前的影片有跟大家介绍过喔 如果是没有涂层的这个锅子 它非常好的是它可以直接刷 比如说像刚刚这个喔 因为我这个很久没用了 它其实有点生锈 这个你只要拿那个刷子 就直接无论是中刷无论是刚刷 去把它刷一刷 然后重新再开始使用都可以 那也因为它没有涂层 所以我们在用的时候呢 请你一定要 锅子先加热 虽然它的上升温度比较慢喔 因为它比较厚嘛 所以呢 你等它温度上来之后 我们再淋油 然后呢 再来做料理喔 这个很重要 你不要说 好像 温度都还没有上来 然后我又放油下去 然后就直接 比如说我们煎蛋 它很可能就会碾锅了 所以这里大家注意 那一样也就是没有涂层 所以它的油的用量 的确会比油涂层的 这个锅子是来的要多 这也是大家要注意的喔 接着来分享我自己的 有涂层的铸铁锅 讲到这个涂层 很多人想 诶 是什么涂层 其实呢 它是法郎涂层喔 我相信这也是大家平常 我们在市面上 最常看到的这个铸铁锅 那它通常都会是 就有点像这种 汤锅的这种比例啊 这种大小这种形状喔 只是大小不一样 那它的法郎涂层呢 有分像这个是白法郎 然后这个是黑法郎 这些法郎呢 其实都OK 反正它都是涂层 那有涂层的这个铸铁锅 请大家在使用的时候 就要跟刚刚没有涂层的这个铸铁锅 完全是不一样的喔 首先因为它是法郎涂层 所以呢你要很小心很在意的是说 你不能够用刷子去刷它 你如果要清洗的时候要用海绵 另外一个就是在煮东西的时候 我们都一定要木铲 或者是像筷子喔 或者是像矽胶铲 不能够是金属的 因为你很怕把它的这个表面刮伤喔 刚刚讲的那个 没有涂层的这个铸铁锅 像我刚刚说的 你怎么揉牛可以 甚至可以用刀子在上面直接切齁 你要切牛排你要切什么都可以 有涂层的千万不可以齁 像我自己的平常在家里常用的 首先是这一个喔 这一个La Cousette 这个是La Cousette 算是椭圆形的锅子喔 这个29公分 大家在买的时候可能会发现 其实你要知道它多大 把盖子拿起来 就会知道了喔 像这个上面就有写29公分 所以这个就是 29公分的这个直径 那当初呢其实 买的时候呢 因为那时候我还不太会煮饭 所以在店员的这个总用跟推荐下呢 他说啊这个可以放一整只鸡啊 然后可以放一整银鱼啊 所以那时候我就买了 可是老实讲我觉得买了以后 并不是这么的常用 首先第一个是它真的很重很重 非常重喔 所以你每次在用的时候呢 尤其你要想看 如果里面如果有在装食材 在装汤的时候 它其实非常的不好不好拿 另外一个就是它非常的不好收纳 因为它土圆形的嘛 然后它很占空间 然后它又重又大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在挑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 这个呢 是跟刚刚这个铸铁锅同时购买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可以煎这个纹路的烤盘 它可以在瓦斯鲁上面直火 然后也可以放入那个烤箱里面 那当初买呢就是想说 我如果进牛排的时候 或者是煎蔬菜的时候 是不是就有这个条纹的这个形状 所以当初就买了 那可是老实说啦 我觉得有点后悔 因为它真的首先它真的非常重 所以我每次拿的时候 我都觉得说拿久了以后 这个手真的会很不舒服 那另外一个就是它其实蛮大的 所以除非你家真的有这么大的烤箱 不然我其实不建议买这么大的 接着呢 然后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就是像我刚刚说 这个像这个就是黑发廊 这个也是椭圆形的 那我这个是STOP的 STOP的铸铁锅 其实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虽然它也是椭圆形的 可是它没有这么大 像刚刚这个是29公分的嘛 这个就是23公分的 这个其实这个大小我平常拿来卤肉 然后平常像是我做卤肉饭啊 或者说要做那个 我们在炖那个牛肉的时候 都非常的好用 那其实这个煮汤我觉得也蛮适合的 还有就是它这个高度 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好 那前面呢这边有看到这三个 这三个就圆形的话呢 就是比较基本款的啦 基本款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一般我们如果大家在买的时候 的确都会以圆形的为主嘛 那圆形的话呢 其实也是一样 你买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这个 就是几公分几公分 比如说像这个是小V锅 它这个是18公分的 这个我就很喜欢拿来煮饭 18公分煮饭非常非常的好 比如说像我们家 我们就可能一次煮两杯米 两杯米的话是18公分的这个大小 煮出来的米我觉得非常好吃 然后这个锅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大家我们看到这个下面其实是有 那个也是像刚刚这个烤盘一样 它是有这个凸起来的这个条纹状 这有个好处是 其实我们在煮东西的时候 它不会整个都磁材 都整个贴在这个我们的锅底 所以呢有的东西你在烹饪的时候 它其实会是帮助你不会整个黏上去 然后呢其实让那个食物的加热 其实不太一样 受热不太一样 所以会造成不同的效果 这个我觉得也蛮喜欢的 好 然后这一个呢 这个是16公分的 这个也是stop的 stop的这个锅子 这个大小我也很喜欢 有没有发现其实我都很喜欢小锅子 小锅子真的很好用啦 举例来讲如果说我们今天要煮一餐 一餐然后可能有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可能是卤白菜 或者是什么卤什么小锅的东西 因为我们一桌的菜一定会很多很多样嘛 这个就非常好是你就可以让它 在那个桌上这样一碗每次煮一锅 才其实都可以吃得光光 所以这个大小我也很喜欢 好 那这个呢也是小V锅的这个铸铁锅 这个就更小了 这个是14公分的 那小V锅其实它也有一个 它其实还不错的是 你看像以这个来讲 它的这个底也不是完全是平的 就像我刚刚说的 它其实在加热的时候 比较不会发生黏锅的情形 然后也会比较好 好 好 再来分享呢还有一个 最近非常火红的 这个是小V的平底锅 这个其实也是铸铁锅 然后它的特点是什么 你看它跟刚刚所介绍的铸铁锅都不一样 它比较薄 然后呢它有法郎凸层 这个是黑法郎凸层 我们现在用就是影片拍到这个的时候 很多人都来问我说 到底这个锅子值不值得买 这边老师跟大家讲 首先第一个喔 我会建议大家 你如果说已经很习惯用所谓的铁锅 然后你也很习惯用铸铁锅 然后还有就是你已经了解这个锅子的特性之后 我才建议你买喔 因为它其实很贵 那很贵的话呢 有的人会觉得说 我就先买贵的就好了 可是你如果买回来不会使用 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惜喔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这个锅子呢 我自己用的是很喜欢 我其实是蛮喜欢用的啦 它其实在煎东西 像你看喔 如果说一样是铸铁锅 这个拿起来其实真的就是轻很多喔 另外一个你看 它的只有这个木把手 所以它其实是完全不会烫的 非常的棒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它有附盖子嘛 这个盖子它的密合度非常好 所以这样盖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如果说在炖东西 或是你要把它焖煮的时候 有时候像我们煎汉堡排啊 你可能要稍微把它焖一下 这样比较容易熟的时候 其实这个锅盖的效果就非常非常的好喔 那这锅盖 它还可以立起来这样子放 所以 如果你已经很熟悉铸铁锅 然后你也用过铁锅 然后你也知道说 欸怎么样去保养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锅子是可以投资的 可是真的还是要大家 依自己的经济能力 然后来决定